星期三中午左右 星巴克內大排長龍 卻又不速之客趁亂闖入 畫面中一名地中海行 秃頭男子在店內晃來晃去 又東看西橋 但他不是在找座位 而是在尋找目標 下手心切 只見他走來走去 竟走入員工休息室 在裡面一次偷走三支手機 得手後還在眾目睽睽下 從容離開 等被害人發現手機不見 調閱監視器才發現證明 大膽嫌犯 報警抓賊 這餐飲店在辦理促銷的活動 有一名男子趁機 侵入他們休息室 竊取他們所有的山西產品 發生切案的星巴克 就位在新北市土城 一家大賣場內 目前員工休息室 已經用紅龍柱擋起來 防止外人進入 警方也已經鎖定目標 要在最短時間內破案 將大膽竊賊生之以法 記得周天姐 詢辦家 新北市報導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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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 公司